8月2日盘前板块分析 昨天上证指数呢出现一定的调整 其他的指数呢也同时出现了一定的调整 只有呢科创满50指数啊 小幅的翻红了啊 判断这个地方的调整是十分正常的啊 所以说我判断不用担忧啊 后边呢还会刷新高点啊 安心看好板块的走势就可以了啊 我们首先来看四大指数啊 第一个还是上证50指数 这地方很显然是低点低点高点高点 高低点都在抬高 那就是上证趋势 这地方的走势呢 疑似是30分钟的四浪走势啊 我判断呢这个四浪的走势 可能在昨天的尾盘已经结束了 有可能今天就会重拾升势 或者是呢往下一探一探再重拾升势 这都正常啊 大家注意下边的上证指数 下边的位置在3250有重要的指数 判断呢连那个地方不会去啊 昨天在回顾了前天的缺口之后呢 基本上都已经完整了啊 这个是上证50指数 护身300指数跟上证指数的走势 是一模一样的 低点低点高点高点 这是一个日线的上升趋势 并且已经进入到日线的多头市场 这个地位的调整呢 也疑似于从这个位置上涨的 小周期的四浪调整啊 四浪调整之后肯定还有五浪 刷新前面的高点应该是不成什么问题 创业板50指数 创业板50指数的走势 没有前两个指数走势强 但是也不弱啊 我们说过多少次了 就是说上创业板50指数呢 是大周期的建立大周期的建立之后呢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盘整的走势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二买的结构啊 后边呢 只在刷新这个高点之后进行缺 这就是实际你仔细看 这个地位成压量是小幅方大的 应该是健康的 还是不错的 科上板50指数的走势不强 这个地方的就是说 筑底成功的迹象不是十分明显啊 还在筑底当中啊 判断了这个位置 但是已经很低了 你看跟这个前面的低点很近啊 总体上呢 还处于一个非常低的位置啊 这是周线 这一点大家要有清晰的意识啊 看近期的几个板块的分析啊 移动的板块 第一个呢 是证券 券商啊 券商呢 连续发生之后出现了高危震荡 这里面呢 整部整部是可能的啊 也有可能呢 直接攻一攻 这都有可能 不过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大周期转强的这么一个品种 它有一个瑕疵 就是最近的这个成交量并不太明显 所以说这个震荡 我判断可能会比较 动作可能大一点 便利便利呢 是昨天为数不多的表现的 稍强一点的板块啊 不过这地方调 ABC调整之后啊 这个地方 起稳的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判断 你看这个小周期30分钟走势 有点硬 并且撑压量放的有点不够大 另外跟大盘指数的 共振性不太好 所以说这地方可能有一个 回落的这么个过程 回落之后二买的位置 好像是更加好一些 第一次攻击二人线 恐怕又有一个整物的一个过程 钢铁呢 在这个地方上周二启动之后 一直出现连续伤量 是昨天表现的 可以说是最强的一个板块 那么的位置呢 是比较低了 大家看 从这个地方下跌之后 位置比较低 并且这个地方呢 是有成交量配合的 所以说他的这种趋势性走势呢 并没有完啊 后面可能迎来整顾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但是说大方向上 已经进入到多数市场 这是一个 你看这地方是假如说是一浪的 这地方很显然是三浪 这个三浪 现在的涨幅是这么大 明显的长于一浪 所以即使是说出现调整 后面也会有五浪的 没什么太大问题 汽车整车 实际汽车整车呢 跟那个汽车E.F走势并不一样啊 这个汽车走势呢 汽车整车的走势 走势还是偏强一点的 这个地方就是多头的走势 这是没什么可说的 实际呢 它的正确的上吹点 是这个位置 是比较明显的 看这地方突破下降趋势线之后 低点抬高的车 是一个标准的二买 这个动作 在这个位置啊 我记得我们说点评的时候 盘通直播的时候 也说的这个位置 通知设备很明显的是 多头回落整米的走势 回落整米的走势呢 到了60下的上方 下方也进入到水下了 所以这个 昨天这个动作 并不能视为一个稳住的信号 但是有一个 通讯和5G的E.F 好像走势偏强一点 防御场开发 是从这个位置 也是从七月中旬以后 这表现非常强的一个板块 受到了政策的不断的支持 判断了这就放出尿量 应该是这是主升之后迎来调整 调整之后还有上涨 如果你看一下 这个我记得去年三月份的时候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吧 这是去年三月份 来了一波航行之后 然后也 实际现在呢 大周期的低点 大家看一看 实际周线级别只是一个低点 就是大周期的 应该是趋势上位有转 当下这个地产的走势呢 你只能看作是日线级别的行情 光复设备 好多的同学们问 光复设备呢 实际在这个地位盘整 没有盘整结束的这样一个项目 能不能 这个地方能不能形成二买呢 这个很难说 现在还没有迹象 继续观望就可以了 白酒呢 也是这轮行情当中的 比较强势的板块 昨天呢 出现了一定的小胡子回头 不过大家仔细看一看 在连续上升之后 出现回落整理 这不就是多头回落整理吗 这很正常 你看 低点 高点都在抬高 这个地方低点有点瑕疵 但这个ETF是低点抬高的 还是健康 多头的正常回落整理走势 我们再来看几个概念板块 超宝概念 昨天午后是移动的 快速拉升 大家注意啊 这种日黑线走势呢 也是一个盘整突破的 这样一种走势 放量了 很显然还要继续向上拓展空间 这是超导概念啊 实际呢 这个概念板块呢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就已经很长 这个 这个是一个多头的形态 实际这个基本金属呢 最近的走势也是可情可点的 连续几个阳线之后呢 并没有出现走弱的迹象 像这样CPU这样的概念呢 这个就没有稳住的迹象了 虽然昨天也有一个的表现 但这个就走的就是不强了 比较弱啊 时间关系 今天的板块分析呢 到此结束 10点20来我的直播间 我们一起来探讨板块的走势 然后记得就吗 CIO